周五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媒体访问 表示美国同意分阶段取消关税的消息是假新闻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也指出 这是中共试图操纵舆论 引导谈判的走向 最近美中贸易降低关税的消息甚嚣成上 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记者访问前 开门见山就先批评假新闻 并表示北京当局才是想要减税的一方 他根本还没有同意这些要求 然而川普口中的假新闻 却是来自中共商务部公开发出的消息 中共在进行政治运动时经常是兵马未动 舆论先行先用舆论压力制造形式 进而达成政治目的 然而这样的手段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却是看得一清二楚 纳瓦罗强调川普总统愿意推迟12月对中国商品加征薪的关税 为后续的谈判表现善意 但不会血减任何现有关税 这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 另外关于美中签署贸易协议的地点 川普再次强调会在美国有几个地方正在被考虑 可能会是爱荷华州或是其他的农业州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